你小时候的梦想实现了吗? 其实我问过一些人啊 也不是每一个人梦想就很明确的 而且这个期间会变化无穷 每个人特点不一样 但是他小的时候 往往想象力是比较丰富的 所以这个时候他想法很多 那是不是代表他欲望多呢? 其实他你就像一个种子 刚刚发芽刚刚长大 那个阶段是非常快的 它也是自然的一种现象 它自然就不叫欲望 如果过度那叫欲望 那叫淫 那如果是很少 这种人也有 是不是代表一定清心寡愈呢? 那有的就是摆烂 那该干的也不干 不负责任 那这也不能算 所以这个度我上下 很多时候 很多事情 都是这一个字 那我们开篇 就提到我 说 哎呀我追 我从小 这个上小学 老师站起来回答问题 想干什么? 科学家 那时候甚至不知道 科学家到底是怎么样的 是物理啊 化学啊 生物啊 是高大上的宇宙啊 还是细晶微的微生物啊 甚至更微粒子这些东西 既广大既敬微也无所不在 太极也自在其中 但是 因为我这个人的特性 它是主观性 主见很强的 它有它的好 也有它的坏 就我一直不缺乏目标感 但是当你 碰壁到一定程度 发现什么都不行的 那一瞬间 一下人设 心里垮了 那严重的就是 一并不起 甚至 从此以后 欲绝不振 我还没到那个程度 只是颓废了半个月 那当然 还有 陆陆续续的 一系列的事情 都会有影响 你追求的过程中 附带品 甚至比原有的 还痛苦 那有的时候就反思 到底该不该做这个事 值不值得 重不重要 意义何在 如果 重要 那一定则上估值 那人生也有阶段性的调整 其实 随着你这个长大 见识 广阔 人脉 各种方面配合 你需要钱的时候 就跟钱有关那些东西 当有时间的时候 就想做 自己想做的事 也要做成事业 那么这些 都是阶段性的理想 目前 包括我现在 搞这个有声书 那有声演绎 也是一个 艺术 曾经也想过去 编剧 写作 导演 编歌词 写文章 也想 也做过 也尝试过 但都各种原因 各自 那总是得调那个重要 但是回过头来 你会发现 如果真的有梦想 还是最初 小的时候 那个理想 才是你 真的 一生的 使命 如果那个时候不明确 那你医生 也不是说 红和恶 那有一些 就是各方面 比较平衡 这样的反而 有的也很好 但有些人 他是受的压抑 一定要冲出来 这种 那他的这方面的作为 比别人都行 每个人不一样